接下来我们关注选站 现在蒋万安为了想要拉拢年轻的选票 那么就开始呢 跟这个年轻人聚在一起 那么这回他选择是 骑U-bike 跟大家一起呢 同了 但是现在就被人家说啦 这个骑脚踏车在人行道是违法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哦 当初U-bike站就设在这个地方 那么领了U-bike之后呢 他们就顺着这一条来走 那么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啦 你U-bike自己设在这个所谓的人行道 可是问题是 你们这边明明就是可以让U-bike来通行的 所以让他也是摸不着头绪 他也不懂自己到底违法在哪边 好那么现在呢 游淑慧就特别说啦 因为绿营现在已经乱了正脚了 他们自知呢 有点呢 吃亏 不管是在民调方面 还是在声量声望方面 所以他们也很担心说 如果双北桃园台中都输的话 那么未来政权可能是地动山摇 甚至呢 总统蔡英文也会变成一个 拜咖的总统 那么我们继续就要来看到的是 前立委郑宝钦哦 他登记参选桃园市长之后 民进党发言人就说 要依照党纪 党员如果有违纪参选 那么就要开除党级 十天之内就会对郑宝钦做出惩戒 对此郑宝钦就说啊 他决定要参选 其实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了 不管是过去的党员在抨击他 他过去的这个同袍也是在抨击他 甚至呢也有人说他是背骨 各种呢很难听的字眼都加租在他身上 可是他知道说留在民进党的确 很多资源呢 毕竟党的势力这么大 可是问题是他认为哦 现在的民进党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他决定要做出牺牲 那么另外呢 东华大学交流的施政风就感叹说 的确是现在的民进党已经完全听不进去 伦理道德 放弃很容易 要坚持就很困难 那为什么要坚持什么东西 其实我如果说很坦白 我只要留在民进党 看到什么高官厚禄 我都可以有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 那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 我们建党整个轮上 就是当初我们建党的时候 去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 对人类就带来很大的危机 但是民进党慢慢把这忘掉 我们哪里有民主 哪里有法治 哪里有人权哪里有自由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整个这样让我心里很痛 更重要是我们再也没有所谓的青年勤政爱乡土 当然有人说我跪跪啦 大家想一下 如果不是当初我们跪跪 有今天的民进党吗 对不对 国民党一样啊 给你好处啊 给你高压 给你戒严啊 我们会有今天吗 就今天参选 我们面对很多压力 牺牲难眠啊 但是我们都有心里准备 民进党向来脱党出来的话 就会被卖成被骨 当然这样未必是对啦 因为民进党现在是违背 他的创党的这样的初衷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他是为了利益的结合 或者是新加入民进党的心律 这些东西 你跟他讲这些 这个道德仁义这个东西 他们是听不下去的 不是说还有是非吗 自私利盈的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了 那么北市现在呈现这个沙喀都 但是好像也呈现一个大乱斗 现在呢 就黄珊珊就抛出说 希望可以每周都来个辩论 他说这个希望每周呢 针对政策方面 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那么只有辩论呢 不用这种隔空喊话 为政治呢 留下这个口水战 所以他认为说 每周针对相关的议题来做辩论 其实是对选情是有帮助的 可以让人民更了解 每一位候选人的政见与政策 那么他就说 其实勾选是这个中选会所办的 可是到时候的辩论大会 其实是在11月才举办 11月底就要进行投票了 那么11月才举办辩论 他认为实在是太慢也太晚了 那么至于陈时中也表示说 已经有跟电视台有签这个意愿书 那么到时候呢 到底是想修理他呢 还是进行辩论都可以 他们也说放马过来 那么至于呢 这个蒋万安就表示说 登记时又勾选这个意愿表 那他也是勾选说可辩论的 所以等于说三位候选人 对于说政策上面的辩论 他们都是非常的有意见 那么针对陈时中有在喊说 这个当选的话 要公布大巨蛋的档案 同时他在受访时候也强调说 他希望大巨蛋呢 可以尽快比如说可以有这个棒球的比赛啦 或是演唱会啦等等 黄山再次强调说 陈时中提出的透明化的大巨蛋证件 不过呢有关像是大巨蛋的档案 全部都是公布在网站上 那就按三说 陈时中你是不是根本都没有看啊 因为我们相关档案 早说已经公布了 我们持续来听 不是对议员礼貌 应该是市长的说法 应该是跟对陈时中吧 不是跟对议员吧 第二个大巨蛋的档案 全部都在网站上 从头到尾都在网站上 他如果上网去看一下 就知道所有的资料 早就公布了 而且公布七年 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